大家好,我是Lichinix,继续为大家带来怪物猎人的网上联系视频 这一期呢,也是在准备打一只,先打一只,这个叫炎戈龙吧 我们说是,这个也不是我选的,我是防鼓 刚才我记得上一期应该是,貌似是刚打一只冻戈龙 现在他又跑到这个,找他的这个原种来,来打了 不知道是一个怎么计划的 啊,这样看一下,还是照老样子 感觉上这个,这么一套路线吧,应该是比较,比较正确的吧 就是先上,先上这个麻痹 然后在他麻痹的时候,在哪里处理 哎,他过来了,你要干什么 哎,尾巴啊,这个我也是好久没有被他的尾巴打到过了 因为这个,哎呦,这个是在在打谁 哇,最后已经浪费了 你看一下,这里应该还有一个众魔,他也是在,哎呦,不许是戳到了 他是在,咱们说已经,有关到天花板 这样的话,刚谁也想说的,是一个众魔 由于是他是在我们任务出发前,才这个,才加进来的 所以我们有肯定的装备,看着样子啊,貌似是一套路的装备,会不会不清楚 他只是一个,只是什么技能 这帽子是吃饭了 正招了,正招的话,该是没 这帽子这个是谁 这个是谁 还好这一队实现有化 这样他又挖进了 挖进了之后看地震 地震呢就说明了他直接是起来跟风露炮 就像这样 怎么发现大家都中招了呢 中直接猫掉了 这个我也没有太清楚啊 因为感觉上这个刚才虽然说挣了一个地震炮 恢复时间是有的 虽然说是很伤但是恢复时间是有的 所以就没有是选择给大家加息 但是这个地点不太好啊 你的脑得就这样吧 大剑交给你了三段蓄力 然后直接直接就给你了 可能发现这个大剑每三度都慢了 我刚才这个很危险感觉他应该是在瞄我吧 这样呢差点凿 差点凿到我 这样呢我直接是改变策略 这个应该是直接走还是不会吧 先推倒啊 可以看一下他这又是谁又开始扔 就是往前往前扔肉 这个肉他 这个肉应该是烹饪吃的吧 这只破掉了我也不知道是哪里 需要有没有人破 这样我们就随便打一打 这个开始了就是要发生 呃我发现啊只是发现现在没有人染色 没有人染色的话都是先染色吧 你有沒有覺得這個 先說換去的地方我看我覺得也不錯 斷尾啦 斷尾的話 嗯 闖牆劍 欸 走一下 這應該是換區了 幸好剛才染色了 因為你要是不染色的話 他有時候可能往兩個區換 所以說我也不太清楚 欸 我還是往這邊去了 但是一般呢 我是就是在沒有染色的情況下 我都會優先往這裡去走 主要原因是就是從下面那個區 在往北邊那個區換的時候 感覺算還是比較近的 然後你要是直接從剛才這兒往北邊走的 他是無視距離啊 感覺我是感覺比較遠 就是什麼像 感覺上更好就是吧 欸 就算破了這個區吧 剛才這個非常的危險 這個也是 我我一般躲呢 就是直接的就是 就是直接在那裡 哇 這個 欸 這個是什麼技能 好奇怪的一個雜技能 我從來沒有見過啊 這個比較有力 有的收工啊 所以說這招 剛才我一般覺得這個 炎光龍雜技應該是很快的 然後 我不想這種速度 剛才這個感覺上是一個 呃 虛力的一個重 重機打點 又開始地圖跑 收歪了這樣吃看 吃看腦子 又沒有吃到 這衣服 這樣看一下哪會 又白贏的人 好,发现是都没有射到啊 诶,这个 突然是BGM没了,应该是,可能应该是捆去了 这样补个,补个怪类种,然后刚才应该是,李妙应该也是补过了 这样一会儿可能是直接要,诶,可能直接上来就跑了不过来了 发现,我也是由于是很很久没有用弓啊,所以说这个怪物的弱点,我也是很轻点 但是呢,我是现在是以破头为目的在射头吧 诶,这个又什么要说好,可能还是要练 有一个硬直,这个貌似应该是头 脚还真不太轻,把头碰过了 应该是破了吧 我觉得应该是破了,因为他的这个,可以看他这个轮延,这个这个年间块,他是,我觉得没有破的时候应该是会整个覆盖,覆盖住他的整个嘴,破掉之后可能只剩了一点吧 应该是破掉了,应该是破掉了,可以看他这个前面这个,应该是头啊,那个左 我觉得已经是伤害了,应该是破掉了 这样的话,也许是提前杀死,也许没有节操,这个应该是,就是猫猫的节奏 诶,这个大剑,天哪 哇,这个不会是在打猫吧,天哪 这个什么东西 层地突然是突出来一根,这应该是,不太清楚啊,觉得可能会在火山能挖到的应该是,可能是怪力准啊,或者是沙龙果子的东西 诶,应该是破头了,这是得到了一个,他的嘴,但是是珍惜度4,应该是上位的嘴,可能是,有没有积极的嘴,应该是有的吧,可能是这个,运气不太好,H214了,总是运气不太好啊,所以说也是,奖励等于是,奖励的时候给你,给了你的是上位,而不是积极的东西 这样还是老样子,整理工具 哇,我发现房子抠,抠任务很快啊,基本上是二话不小,直接就先把任务抠上了 嗯,先看一下,我们的屏,发现是没有这个,没有营料了,嗯,火药草另外一个配方就是,蜂蜜跟这个消化菇,就是火药草吧, 因为火药草是种出来的,感觉上种出来的东西是完全品质钱啊,随便,随便造啊,呃,天呐,总觉得之前做过这个任务呢 应该是做过啊,而且是,熟魔灵亚,这样我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之前本身是计划是多,呃,多用功的,但是一旦是用件熟火怪,我是没有办法,呃,还是老样子上长江吧,呃,这样看一下我们队伍,队伍 队伍中这个女独,呃,这个重女应该是,呃,他的技能是,呃,这个叫什么,碎龙的,碎龙配, 呃,仓火龙,然后,技能是没有,嗯,错啊,嗯,总之是这个很神秘的一个女独,然后其他人还是这个,这个人还是他的,仓火龙套装啊,以及这个人的,上位的,碎龙套装啊, 这样呢,把这个,我觉得为了先打这个,我先看一下,我们教官,我先给我们看这个老婆婆,呃,老婆婆有,她卖不死神,来一个这么,来上两股吧, 嗯,180多个,差过了,两股的话应该是198个,呃,其他的东西呢,调和这个素材域,再来上两股,因为我也是最近一直在,一直在调和这些素材嘛,所以就可能是不太,不太够了,来上两股, 像这个应该是在水龙的那个任务啊,我们看一下吧,我们队友,嗯,队友貌似是没有碎龙武器的,但是呢,我们是选择是吃, 我们选择是吃这个增加伤害的,还是吃一个保命的呢,我觉得还是吃保命的吧,主要原因呢,我想了想是,这是什么技术, 还是吃这个医疗术吧,因为猫的,怎么说呢,猫的这个应该是防御术吧,比如它是一个就是随机发动我,所以我还是,相比这种随机的东西,我还是更喜欢这个,就是可以确保的,呃,猫的医疗术,它是会,肯定会,就是百分百几率的增强你的这个,呃,这个叫什么, 增强你这个加血的这个血量,所以说感觉上,感觉上还是更,更保险一些吧,你加一样血的话,我们加更多,死的机会有可能性, 那假如你有,有时候你快死了,你直接是想,哎,你直接发动这个防御术吧,有时候你不发动直接死掉,还是,还是亏的, 所以说我就是选择用猫的这个医疗术,然后,嗯,就这样吧,嗯,碎龙武器怎么说呢,你打,就是在,偏向于输出的时候啊,输出的时候,你去吃这个爆炸使用的伤害,我觉得,就它会炸的多一些,但是,像现在我们这种呢,我主要是,就是打算以推倒为主了吧, 推倒的时候,我觉得,你只要是炸的话,应该这个海龙,还是非常容易倒的,既然怎么着都会倒,这个你,多炸点伤害,我觉得就是没有太大的必要了, 所以说直接去总装拿一个,哪一个宝兵性技能,发现我们的弩手,也是直接吃了一个雷耐性抗,就是雷,就叫什么,雷耐性上升,发现所有人吃的都是防御流的这个技能啊, 哎,我只是想直接是打一打这个啊,这应该是, 刚才是没有,我没有注意啊,因为刚才是有人是发信号, 哇,我以为应该是这个,我以为是有人埋陷阱啊,这个由于是我在,在弓,半途中啊,这个是真的是我, 呃,诶,中招啦,中招的话就会打崴了吧, 这么快就断掉了,这招我也是很,很经常中,一个是练的不多,另外一个感觉上还是,诶,有情况,炸的,这个是女手在打,爆炸弹吗,还是在,在,在, 这招还是,发现还是非常的难躲,主要是,攻击的太快了,也不好,大家都,都已经伤心了, 其实刚才这个药呢,完全是没有必要喝,但是,呃,我的意思是,就是大家,虽然是血量很低啊,但是没有人这个,直接是,马上会受到攻击, 所以说,可以是选择让大家自己来这个,自己喝血,但是我喝的话,就能是三个人,三个人就不用喝了,方便是大家,呃,这样看起来, 哎,哇,还是再喝一下,把三个人又是都捅到,这个最后一下又是能有炸到地儿,终于去倒地儿, 好好,刚才他应该是分路了,这个应该是一个蓄力的一个方便,蓄力方便呢,是用防法还是比较危险的, 今天大家就直接的这个,就是直接防御就好,这个是可以, 哎呦,爆掉了,而且呢,残了,这样直接猪肚猛剑,哎, 补货,补货也好啊,先来一个,先来摸个刀吧,反正是要补货,哎,这个,哇,好危险, 哎,不错,这样我们,我们的尾巴拉了,不好意思啊,最近也是,刚才是,今天是这个, 一晚上也是,也是录了太多的视频,所以说现在已经是,我后已经很累了,也是不清楚,这样, 这样,这个人说是把,把它钓出来,但是,这个登陆鱼,它是在可以钓的那区吗,还是说,好吧, 三暴四,这个应该不是掉出来啊,掉出来的话,应该是全部是,刚才是黄色的眼睛, 黄色眼睛应该是一个,心中意义是什么呢,是被发现,而不是说被掉了,掉蓝应该是直接,掉蓝应该是直接是变成红色眼睛, 哎,我们能不能说, 呃,是被我打上来了吗,不太清楚啊,帽子是被我打上来了, 。 刚才是,这个是什么情况,我没办法看清楚, 被被被过来了,我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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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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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也不错又打上来了 接着出尾发现是快爆掉了 假如这个地方要是爆的话 本身应该也折掉了 没有爆掉也折了 现在还有灯笼 灯笼的话弩手你就要努力了 我们这个近战真的是很难过 这是一个突进 突进的话一般呢是直接谁都撤了 一般突进的时候是直接是选择 就是来一个防法是这个突进防法 还是很容易防下来 又中招了 被我碰 嗯 哎 这要是虽然是很不很不希望我不喜欢在水里打嘛 但是现在没有办法呢 但是 我硬而说逼上了 我呢现在也就是完全是不 这帮手在看我啊 好打算就是直接拼血了 直接拼血冲过头 诶 又要不过吗 但我只剩一个堵过欲了 诶 我会把这么猛直接水下爆弹都上 诶 真是放虚了吗 放虚了 这个能不能赶上 没有说 没有说到 我已经是快爆掉了 不知道有没有大家还有没有新的这个 不知道有没有大家还有没有新的这个 哇 直接是由于是已经提前扔了染色 不过欲嘛 所以说是直接的火充了 这样 虽然是水里的两人怪啊 但是由于是他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个岸上 所以说还是这个任务打起来还算是比较比较简单的 嗯 这样看一下吧 这个感觉上 今天 今天 今天我估计这周末我的视频吧 就是打算是录在这儿了 也是一口气录了好多 我现在真的是已经已经已经有点累了 啊 总之也是这样了 这是 就是我们这期的怪物远程网店机吧 这个素材什么的估计也就直接给大家看了 就总之也是这样 谢谢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周再见